位于巴基斯坦南部的卡其拉大学 4月27号星期二发生了一场自杀式炸弹袭击 导致四人死亡 其中三人是孔子学院的中国籍教职人员 另外还导致一名中国籍教职人员受伤 从毕露电视画面可以看到 一名穿着罩袍的女性 在小型货车驶入孔子学院时引爆了炸弹 当地的分离武装组织BLA随后宣布对这起袭击负责 并表示这是他们首次派遣女成员执行自杀式袭击任务 巴基斯坦新政总理夏巴兹对此表示哀悼 并强调将彻查这起袭击事件 把肇事者绳之以法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发布声明 指中方已致电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 要求当局调查此事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